這間是475呎雨後的兩房 進來又有懸關位置 這邊做了一些鞋櫃位 基本上可以放一些鞋都很方便 上面還有一些位置可以讓你放手機 上面就是一個短箱 再向前走一點就有浴室 浴室是很棒的 基本上走進來整個空間都很大 就算是一個人站進來轉身 我拿著一部手機都轉到家 再向前走一點就有一個長型的客廳 客廳的長度可以的 闊度也不錯 最喜歡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些露台真的很少用 然後它也做了一些桌面 給你做其他花生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東西 然後那邊就可以坐一下 看出去就看回元朗 Gran Yohu 那邊 視野挺闊的 這裡的廚房 廚房是一個L型的 整套白色的廚櫃 它做過一些手柄 挺嬌生的 有一個拉折的桌子 還有一個桌面 挺不錯的 還有這裡是一個設定板 我們再看看兩間房間 這裡就是第一間房間 其實兩間房間相差不太大 這間是小一點的 也看回元朗那邊 正常擺位也有扣窗那邊放床 這邊可以放一個衣櫃 然後再向這邊走 這邊就是大一點的專一房間 那邊就放在這裡 把衣櫃放對著一條鳴 或者一條鞋 做事都舒服的 整個房間的感官不錯 也不是它用光了 都是給一些明亮的色彩 都是一些比較多人喜歡的風格 在我眼睛